曾經的關心者與聚聯為零的生活區域 只是如今這裡早已是一團廢墟了 同時我們也得到了一個十分殘酷的可能性 圓輝石刀可以吸血的靈魂 並不作於其上 我們在之後得到魔法老師特憐的圓輝石 把他放到人偶的話就可以讓他復活了 明白了靈魂轉移的可能性後 我們就突然可以看走靈魂水果上期待著的 藝術者靈魂的祖輩 能夠召喚靈魂水果的靈魂 艾酷的照顧雪姆 遇到遙遠的故鄉 會努力的噴出毒液 照顧雪姆 叫胡拉拉 這個一直願意噴出毒液的雪姆 確實有著人類的靈魂 我們褪色著的街形雖然總是感覺孤身一人 但是你仔細看周圍的話 就會發現你去游泳的總共和夥伴 可愛的靈魂 插手的台風 為你自憾的梅琳娜 以及我們海豬的胡拉拉 或許是因為巨人戰爭的連帶 關心著未曾停留在高處的巨人山頂 觀看明亮的星空